Hello man 由罗素克洛主演的动作惊悚片 超危险驾驶 上周末以66万美元的票房 位居第五名 上映已经第七周的变种人 上周末票房只剩下68万美金 跌到第四名 在上周末挑战天能失败之后 喜剧片《女巫也疯狂》 跌到了第三名 票房赚进了120万美金 在连续五周夺下冠军宝座之后 惊悚动作片天能 上周末票房只剩下210万美金 退居第二名 最后恭喜劳伯迪尼洛主演的阿公当家 上映首周末就夺下冠军宝座 分析这部喜剧片 在上周末的北美票房达到了360万美金 而海外票房也有165万美金 所以阿公当家的全球总票房 累计已经达到了525万美金 东西文团队在洛杉矶的总统报导 在下周末下军宝座的总统报导